花蓮墙震当中呢 天王星大楼啊 严重倾斜 目前完成了拆除作业 花蓮地检署检察官会同行大 在拆除工程期间 涉险爬入大楼内部来踩阵 也将展开调查 大楼有没有偷工减料 是否有依规定修缮补强 花蓮陷阱局侦查队员在天王星大楼拆除期间 将现场清出的各类物品逐一登记造册 分类装带贴上标签 天王星大楼拆除过程中 警方在现场总共识获九十多件遗失物 另外大楼拆除下来的八千多顿土方 有刑警负责看守 随即将进行分检作业 本分局受理正在大楼失德物后 于现场会同县府阵风人员逐向登陆拍照列册 可证明失德物 所有人者已主动发还 其余将依公告程序办理招令 你拿摄影机 好 小心喔 花蓮电信署检查官会同行大侦查队员 在大楼拆除期间涉险爬进大楼内部踩证 调查大楼有没有偷工减料 是否有依规定修缮补强 这里来往下 下面是三楼 根据这个大楼拆除的进度 逐层就内部的梁柱进行混凝土专心 以及钢筋的取样作业 而是过程当中检察官甚至这个进入大楼内部进行勘查 以确认把大楼内部的建筑结构是否符合法规 华联地检署主动查办 承办检察官除了将在大楼内部勘采证物 送往实验室确认结构外 同时将会同土木济师 依鉴定结果来厘清 天王新大楼受灾前 有依法补强修复 记者许立琴 花蓮报道